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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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其实事实上我们要延续上一次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所以在这边先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一下 就我们大部分的系统 现在统计的系统 我们可能都会集中在ideogans底下 那ideogans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role model 它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很棒的热物理或者是统计物理的一些概念出来 那我们Q9的话主要其实事实上是 特别从比较古典的热物理的角度切入 那我是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测试你自己科学知识的一个办法 一般上来讲通常物理系毕业Q9跟Q10应该其实还是不懂的 就正常的正常的状况 我碰不到正常的状况 那你们现在才大一 所以这是一个蛮蛮不错 就是说你们自己可以挑战一下你们自己 所以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很多很抽象的概念 他们看起来好像就说我写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是很正确 我只是问了之后 其实你们有时候可能会常常会觉得这个很令人困惑 所以 那大家听过的热血其实基本上应该有四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是满智障的 第一个定律就是什么 就是地零定律 对 那那第二个才是第一定律 第二个的话第三个是第二定律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第三定律 那反正第三定律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不教了 那地零定律因为真的就 就满智障的 所以我也就不教了 其实地零定律是在于 我们是先了解温度才知道温度的意义 所以才会有地零定律 你应该没有听说过牛顿地零运动定律 牛顿地零运动定律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受外力的话 意思就是他受的外力盒是0 这样 就 所以地零定律是说 如果 A 的温度是T1 B 的温度是T2 然后C 的温度是T3 那T1 如果等于T2 然后T2 等于T3 那T1 就等于T3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稍稍温存一下 那我是觉得地零定律纯粹是因为 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因为 来自于我们对温度不是很了解 那如果一旦了解温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等式本来就可以 就可以传递下去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讲 那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在讲 这个 the first law 所以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提过了 我如果今天给你一个container 里面有一堆gas molecules 其实事实上你可以比如说加热 然后它可以只有围观上的碰撞 所以你会给它一些能量 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们就叫做热 那这一个东西在不同的状况以下 它可能可以选择对外做工 或不对外做工 如果它对外做工的话 那它就会花掉一些能量 那最后因为能量是守恒的 所以你可以猜想 它吸进来的热减掉 它对外面做的工 就刚好可以怎样 来改变它自己的内能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单纯的 就在这样一个系统底下 你可以想像一个系统在这 它本身怎样 就随着不同的状态 它可以有不同的能量 不同的内能 那这个内能是可以改变的 改变它的办法是可以有 microscopic的energy exchange 或者是macroscopic的energy exchange 所以这个是对于热力学低定律 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什么 一个认识 那即使是这样一个认识 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 因为之前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 macroscopic 跟microscopic 但我今天其实默默的跟你讲说 有围观跟宏观上面的差异的时候 我已经偷偷引用了近代科学史上 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发现 对 对 就是原子的存在 那 现在你们因为已经从小被洗脑 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 原子不是本来就存在吗 那事实上是科学家经过非常漫长的讨论 就第一个提出原子论的事实上是什么 最近没事在西洋半岛快乐过日子的哲学家们 对不对 那从那个时候后来原子论就消失了 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 为什么原子论就消失了 它其实事实上是有它的背景的 那其实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 Doughton才 基本上在某程度上非常大力的去propose 原子论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科学上的现象 所以你们现在take it for granted 只有macro跟micro的差别有没有 在那个时代事实上是 是很令人困惑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heat 其实被当成是一个能量这件事情 都花了很多力气我们在证明 然后最后第一定律的出来 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只是一种什么 只是一种对能量守恒 这一个信仰的展现而已 可是到现在我们就有更深刻的了解 所以才可以分成是这样 那这样一个了解 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等到我们讲到q10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还有更深层的了解 因为这是非常古典的了解 那你可能最后可以问说 如果macro跟micro没有区别的话 那heat跟work就没办法区别了吗 答案是错的 heat跟work有更深刻的差别 ok 那所以我们先学第一阶段了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is 是不是这个 visible change in TV 那什么是TV TV不是电视这样 TV是simple dynamic variables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整个难的地方 那你可以回家问一下你自己 就如果今天要随便问你说 p是不是simple dynamic variables 是 v是不是 是 那t是不是 是 那每一个guess molecule的质量m 是不是 不是 如果你只是 就是开始就是把答案拿出来 那你回答是不是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非题还蛮简单 如果你今天要认真做下来 问一下你自己 我给你很多个particle的时候 什么是simple dynamic variables 你就突然发现其实那些问题 不是那么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它其实事实上是 还蛮深刻的一个概念 你们可以回家稍稍就存一下下 可是这个是目前我们上一堂课 教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开始迈向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从定义定律里面 然后默默的就有一个 其实事实上是热力学里 背后的 the queen 还是king 他就要出场了这样 事实上现在出场的这些都是配角这样 所以主角还没有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从定义定律 然后我们慢慢研究 最后他怎么慢慢的冒出来 所以我们上次研究的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这里面有gas molecule 然后呢我跟一个什么 跟一个很大的东西做热接触 然后这个东西是等温的 也就是这个温度事实上是t 它其实是constant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名字叫isothermal 就是同温的意思 所以同温过程就是等温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isothermal process 那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认真的算过了 在这样一个重控底下 因为它是isothermal 然后是ideal gas 所以deltau是多少 事实上是0 对不对 然后算出来 我们其实事实上是算w等于多少 那w算出来之后是等于nktlogv2 除上v1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东西呢 刚好也等于q 所以他会做等温膨胀 事实上是什么 是他吸的热 然后因为他内能没有改变 所以他吸的热就拿来怎么 就拿来做工 那做工的话很简单 做工的算法 其实事实上就是把p写成是v的函数 然后把那个积分算出来 所以那只是数学问题 OK 所以他蛮单纯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有同样一个系统 可是我现在怎样 我现在把它隔绝在 宇宙其他的热源 也就是没有热 没有其他的热会进来 也没有其他的热会出去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q事实上是等于0的 就是没有he exchange 然后他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adiabatic process 所以adiabatic就是绝热的意思 那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去问说 那我在这里 我怎么去描述这个系统 所以因为q是0 所以你当然可以直接从这个first law跑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delta u 应该就等于负的w 对不对 那我如果今天考虑的是绝热的膨胀 意思是说volume 事实上是慢慢变大 所以这个系统事实上对外面是做正攻的 所以delta u事实上就会怎样 就是小于0 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今天去做adiabatic expansion 这个delta u算出来就一定是小于0 那如果它是小于0的话 temperature会怎样 temperature就会decreases OK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绝热膨胀的过程底下 因为q是0 所以内能的改变就等于什么 对外做工 那因为它对外做工 它自己能量就降低了 它自己能量降低之后 然后根据这个 然后最后delta u就降低 然后t就变成比较不热 所以这都很合理 那现在的问题比较难一点的是 在这里有没有 我们p跟v有个很简单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理想气体方程式 所以pv等于什么 n k t 那因为t是常数 k是常数 n是常数 所以你就会得到的是什么 一波也有定律 就p乘上v 事实上刚好是常数 所以刚好非常简单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 我们最后其实想要知道的是 我如果想要算工的话 我必须要知道什么 我必须要知道 p as a function of v right? 也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p跟v的关系 那你当然说 这简单 太简单了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是ideal gas 所以pv等于n k t 是怎样啊? 永远都是对的啊 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没有问题 好 好 接下来就比较难了 可是你把这个除过去之后 p并不是什么 v的函数 因为t也会变 对不对? 那你这下怎么办呢? 你还有另外一个 额 不太令人不太愉悦的关系是 是什么? 就是delta u 就等于什么 负的什么 负的w 所以呢 这是一个关系式 这大家都看得懂 这叫代数关系式 很简单 那delta u是什么呢? 我没有学过 如果你今天事实上 在这一个过程底下 然后让delta u改变 那我们上次有算过 delta u的整个改变等于什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是等于cv乘上末尔数 再乘上什么? delta t 还记得吗? 还记得这件事吗? 嗯 就是上次倒的 理想气体了 那 这一个 是左边的 然后右边的是负的什么? 积分 然后p d v 哇 那这 这就不太好玩了 所以你现在要求出p跟v的关系式 他们真的有关系的 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第一件事 p乘上v等于nkt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式 那你唯一一个困扰是 哎 t怎么办? 没有关系 t 满足什么关系式 两个之间 t2-t1 乘上这个常数 这只是一堆常数而已 乘完之后等于多少 等于p对v积分 哇 然后你就突然发现了 学数学很好 对不对? 你就有一个代数关系式 跟一个积分关系式 那通常对大部分正常 你们现在答应的程度 你就挂在这了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我给你一个联力方程式 第一个方程式是代数方程式 第二个方程式是什么? 积分方程式 那通常你就不会解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就突然觉得 哎 在这个过程里面 刚好可以解出波语的定律 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接下来要解 就是在adiabolic expansion底下 藉由解1跟2 认真的解完 把t消掉 OK 概念上很容易理解吧 这有pvt 这也有pvt 那又有关系式 你总是可以怎样 你总是可以把t消掉 最后就得到一个p跟v的关系式 那这个关系式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去解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γ呢 非常可爱 这个γ就等于cp 除上cv 对理想气体来讲的话 它刚好等于5 over 3 3分之5 就这么简单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 呃 科学上没什么重要性 可是 数学上很重要的一个trick 就是把关系式简化 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你之所以解不出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有个代数式 然后你有个什么 你有个积分式 那是因为你执着在 你要解什么 你要解p跟v跟t 所以你如果从一二出发 为什么拿difficult well because you trading variables like p and v and t so someone has this ingenious thought and of course that will be newtent again right 那就是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些p v t过去 呢 我们怎样 我们何不求出什么 difrential variable之间的关系就好了呢 那difrential variable是什么 difrential variable就是dp dv d t ok 所以这就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就说我干嘛没事 不是一定要去知道p跟v跟t呢 我只知道知道什么 p的改变 跟v的改变 跟t的改变 很小的改变 which we call infinitesimal changes 基本上就是物语学最重要的记号 delta有没有 变成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数学维基分里面最重要的记号 就是什么 就小d 其实精神上是一模一样 那我如果今天去取这个关系式的话 你待会会看到 为什么我今天去看这个小小的关系式 它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你知道大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可是小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小人可不可能等于另外一个小人的平方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小人平方就太小了就不见了 所以小人只能跟小人怎样 有线性的关系 所以我还没写下 我就知道dpdv跟dt怎样 都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它只是线性怠数 然后你就把它解一下笑一下 所以你只要可以解到这个之后 最后你就变得很快乐 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你付出的代价在哪 你如果解出pvt的关系 你解完之后答案就写出来 如果你解dpdvdt的话 你解出来变成什么 比如说你最后解出来是dp跟dv的关系 那意思就是你得到一个微分方人士 所以你要会去解那个微分方式 可是微分方式这种东西你不会解 你也有同学会解啊 你就查一下就好了 所以它就变成非常方便的一个概念 所以接下来我其实事实上 就要讲这个trick 这个trick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你下次如果得到很困惑的时候 就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事实上是什么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当你今天去做一个决定 然后去看三个不同的变数 其实这不是只有在科学上有用 但人生里面也很有用 你就get very confused 比如如果突然想说 五十岁以后我要干嘛 以你们现在的年纪 以我来讲现在就很简单 因为我快接近五十岁了这样 然后 你们就会觉得很困惑 因为有太多原因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只是问说 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干嘛 这通常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然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明天早上起来要干嘛 这件事情 如果你一直重复的做 就是做积分 积完之后就会得到你五十岁在干嘛 所以你不要误以为说 你今天偷懒 不会有报应的 no 你人生任何一个时刻 偷一次懒 都会有报应的 而且如果你养成偷懒的习惯 哇 那报应就很大 因为你把它积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巨大的值这样 对 but on the young hand 如果你人生里面有任何一点小小的 努力的话 你之后就会发现 他就跟Steve Jobs 跟Stanford的学生讲了一样 你再往前走的时候 You're doing every single dot in your life 有时候你其实不是容易看得出来 这些dot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可以等你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dot自己会连成一条 你人生的轨迹这样 所以就是套句话说就是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样 所以你是努力的走过 还是混的走过 反正最后它就会展现在 你后来的积分结果上面 so it's pretty interesting actually 好 一大早是恐恐吓学生 真是坏老师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怎么去 去把它真正的写下来 好不好 那我们先写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是PV等于NRT 那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看小小的差异 我们看小小的差异 其实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两边取D 我们看 如果两个相等的话 那PV的差距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NKT的差距 那这句话要稍稍教一下大家 其实取D就跟微分是一样 所以PV的差距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底前面乘后面 加上底后面乘前面 所以事实上是VDP 加上VD 加上VD Oh sorry 重写一次 加上PDV 就等于什么 那NK是常数 所以就提出来就好了 所以就等于NKDT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As I promised 所有的DP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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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簡單啊 你不信的話你就回去就把這裡掛一個積分號 這個掛一個積分號 然後積分 dt 就得到 delta t 對不對 然後積分 pdb 就得到一個 反正你不會算積分啊 就是就掛在那裡的負積分 pdb 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其實用到這個簡單的概念 欸你就突然發現了 你現在的變數是什麼 現在的變數是 dp dv 跟 dt 那你現在想要把它消掉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哎呀這個沒有這麼困難 這就是三個變數 x y z 啊 這就是三個變數 可是有一個自己陣亡 所以你現在把 dt 消掉 trivial right 你就這裡乘上多少 這乘上多少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用了莫爾數 所以我在這邊 請原諒我默默的 呃改成化學家的 n r 好了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你怎麼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麥克風跟我一樣站住了 自從天氣變冷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出現問題了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一個式子 我媽全部移向過去 然後如果你要跟他消掉的話 你要乘上一個 乘上一個 cv 所以你就會得到 cv 然後再乘上 v vp ok 然後加上 cv 乘上 p dv 然後再來的話 是減掉 n 乘上 cv 乘上 r 然後再乘上 dt 就等於 0 所以這是第一個式子 那第二個式子的話呢 我們如果待會要跟 dt 消掉的話呢 我就乘上 r 就好了 你乘上 r 之後呢 他其實在這邊會有一個 然後乘上 p 乘上 r 對不對 然後移過去就都是正的 所以就變成是 加上 r 乘上 p dv ok 然後呢 再加上 n cv r 對不起 比 t 就等於 0 所以這是第一個式子來的 這是第二個式子來的 就試著去感受一下 學微積分可以做非常非常多漂亮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是 如果你集合很爛 你只學微積分跟袋數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解決 科學上很多很多的東西了 嗯 that's something amazing actually 所以微積分事實上是近代科學發展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這邊就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不要廢話 然後你就發現這兩個消掉了 然後你最後就發現呢 他其實事實上是 cv v dp 對不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吧 加上 對不起 這是 cv 加上 r 然後 p dv 等於 0 對不對 那 cv 加上 r 這個我們上次其實已經有算過了 cv 加上 r 是不是 是 cv 加上 cv 加上 cv 我們就可以繼續化減下去了 就是這一個 哇 怕你們看不出來 我先把 cv 跟 cv 除掉好了 所以你就得到 v 比 p 加上 cv 加上 cv 這個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微分方程式 然後你把這等式兩邊同時除上 pv 所以第一項就變成什麼 dp 除上 p 第二項就變成什麼呢 第二項就變成是 gamma dv 除上 v 然後就等於 0 所以這個就是你最後得到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所以 前面是你白癡的午餐 就是把很複雜的 代數跟積分關機式這樣 化減 我相信如果你跟原來的比較的話 你應該可以承認 1跟2應該是比原來的簡單 那可是1跟2如果你原先代數是直接解完之後 你就得到答案 現在是你解完關係之後 就長路好像還有點漫漫 你還看不到答案 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看一下就說你怎麼去做 那在這的話 希望你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覺醒 那就是 我們在教熱力學 在熱力學裡面 有兩個恐怖的函數 每次會一直冒出來的 騷擾我們 一個呢就是 natural log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他的反函數 exponential 所以你現在如果對這兩個函數 還很生疏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應該花點時間認識他們這樣 不然你這門課應該會 死得很難看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怎樣 就來積分一下就好了 結果從原來的一個狀態 接到後來的狀態 然後dp 除上p 加上 對不起 gamma dv 除上v等於零 那前面這個dp除以p的積分 這個我們已經看過了 1 over p的積分是多少 是logp對不對 然後你帶第一點跟第二點的壓力進去 那後面的話 gamma事實上是個常數 所以這個dv 1 over v的積分是多少 也是一樣 也是 logv 所以1跟2 然後這個就等於零 然後你就快要把答案算出來了 好 所以logp帶21進去 我想我就不用再多寫了 它是多少 好 它其實事實上是logp2-logp1 然後你可以直接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其實 你如果看很久之後 其實你就知道 它其實就是logp2除以p1 那後面這個東西就一樣畫葫蘆 它是gamma log v2除以v1等於0 然後再用到log的特性是什麼 log的gamma 可以直接搬到裡面去 所以 當成是次方數 所以呢 前面的常數就不見了 然後log跟log相加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相乘 對 所以就變成是log 那這個乘這個 所以就變成是p2v2的gamma次方 p1v1的gamma次方就等於0 那log在你們現在 年輕而快樂的歲月裡面是單子函數這樣 對 所以log0只有一個可能性 是什麼 就裡面的algomen是1嘛 對 right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從log這個東西等於0 所以你知道裡面這個東西是1 那所以最後就得到了一個關係是 你得到的這個關係是就是 p2v2 gamma就等於p1v1 gamma 可是當然我我其實沒有指定就是v2或v1是多少 所以你知道對任何的在elebatic line上面 其實基本上 你的p乘上v的gamma次方是什麼 就是常數 所以在這視覺上的一個結果是重要的 那因為我是很nice的老師這樣 所以我們在考試的時候呢 你會記得一件事 我從來不會把v跟p2倒過來畫 欺騙大家的感情這樣 他就是p跟v 你要記得一件事 科學用圖表的方式其實是帶來溝通的效果 而不是拿來考大家的 所以我對於那種沒事在考試的時候 把大家都用習慣的xt圖倒過來畫這種事情 這種人真的應該去撞牆了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我們畫圖的精髓是什麼 科學就他畫圖是為了便利溝通 不是為了製造困擾這樣 所以我們的p跟v的圖 永遠都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有人倒過來的話 我下面講的結論就剛好相反了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pv是常數的時候畫出來的曲線是長這樣的 OK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今天 是同樣的 這個從v1 expand到v2來的話 如果這個是isosimal 我是用b還是c 看一下 我是用b 如果今天這一條線 你是用isosimal的話 它畫出來其實就會比較平緩一點 也就是它沒有那麼陡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這個adiabetic的話 它畫出來的線是比較陡一點的 原因就蠻單純的 原因是這個寫出來的話 它們的關係是 p乘上v等於constant 所以它就會畫出一條雙曲線這樣 那這條線彎彎的 可是它不是雙曲線 它是什麼 它是pv的γ次方 那會讓你印象深刻 它是三分之五次方 所以它是大於1的 它等於constant 所以它會掉的比較快 就在pv2上p會掉的比較快 同樣的v1跟v2 讓它記得一下下 就他們其實事實上畫起來 手畫起來都差不多 可是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這是第一部分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 就有關於adiabetic裡面 我們其實事實上 從整個概念裡面 最後可以得到就是 p乘上v的γ次方 事實上是常數 那這個結果本身其實 除了很有用以外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用到的數學的技巧 其實是 其實是很棒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精神 其實應該是在 維基分課教 不是在我自分課教這樣 就是它其實本身比較像是 數學上漂亮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你今天用微分的關係 下去算之後 你可以把所有變數之間的關係 怎樣? 線性化 那你只要把一個問題 線性化之後 通常的問題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OK 嗯 這是這背後解出來最重要的trick 我想問說就是 那兩個曲線化出來 那邊夾那個 面積是 就是外接給它 就是那個 那個 是不是有加熱的那個部分 因為 原本沒有被加熱到 嗯 嗨 如果給它做出來 那塊面積就是差別加熱的 是啊 嗯 對很好 對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有人可以視覺化的用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畫PV圖 因為PV圖上面曲線 繞出來的面積有沒有 這什麼 博語算沒有關係 可是你最後會知道它是公 所以它就可以拿來這樣 運用於第一定律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畫PV圖這樣 我們如果畫其他的圖像VT圖或是PT圖 那一定是什麼 那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才畫那些圖這樣 嗯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Good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關係是 我知道P跟V之間的關係 那剩下來就很單純 我們就 來算W 因為這個其實是 我們當初為什麼想要去算 就是 就是去求P跟V的關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就變成是PV 對不對 然後譬如說你今天就從V1 然後寄到V2 那P是什麼呢 因為P乘到V是常數 所以它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常數 除上 DV 然後V的γ次方 然後從1寄到2 那這個很好寄 因為這個是V的什麼 負γ次方 所以你寄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負γ加1就好了 所以它事實上是等於 Constant 乘上什麼呢 乘上 負γ加1就是1-γ OK 然後再來是什麼 V的1-γ 然後帶2進去 所以是V2 1-γ 減掉V1-γ 1-γ 所以這個是V的負γ次方 你把它做完積分之後 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把負γ加1就好了 所以最後得到的是這個 看起來有一點點恐怖的東西 好 那可是這個答案 看得到是超簡單的 嗯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常數 好不好 這個常數等於多少 這常數事實上就等於P1V1的γ次方 也等於P2V2的γ次方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你前前前前面那一項的時候 就用P2V2的γ次方把它乘過去 好不好 那第一項就會變成 因為它是V2的1-γ次方 所以γ次方就消掉了 就你發現了 它很簡單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 1-γ分之1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對不起 它事實上 你把它乘進去之後 它其實就是 P2V2 剛好就不見了 超簡單的 那第二項是什麼 第二項其實就是 減掉 P1V1 那因為我默默的在心裡面知道 γ是什麼 γ是正的 所以 一般我們不要跟正負號 對 過不去 我們就倒過來寫 好不好 那P1V1的話是多少 是NRT1 然後P2V2的話是多少 是NRT2 然後你就把它寫完了 所以W出來其實還蠻單純的 W出來呢 就等於 N乘上R 除上 Gamma-1 然後再來呢 是什麼 就DT 就對了 所以 就是T1-T2 所以這個 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結果 那我們偷偷地用第一定律知道 因為Q等於0 所以我們知道 DELTA U 應該等於負的W Oh by the way 在expansion的時候 你從這 跑到這來 對不對 那你從這跑到這來之後 其實T1是這樣 T1是比T2大的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前面才這樣寫 那 T1-T2的話是正的 然後這也是正的 好 所以W 事實上是正的 那我們期待它是正的 因為事實上 我現在在算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塊的面積 所以你現在知道這一塊的面積呢 就有這樣一個簡單的expression 那我沒有從第一定律知道 DELTA U事實上是等於-W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怎樣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 去 直接算DELTA U長什麼樣子 那 可是DELTA U很好算 對Ideal Gains而言 算DELTA U 是一種送生的行為 對不對 不管你是怎麼樣 繞過來的 DELTA U永遠怎樣 U只是T的函數嘛 對不對 所以DELTA U 事實上就等於 N乘上R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R 然後再乘上R T2 減掉T1 好 它就這樣而已 喔 對不起 N乘上Specifically OK 然後是後面的 所以是T2 減掉T1 它就長這樣 你可以比較一下 發現那個系數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下面就有個小小的box 我們來看一下 NR Gamma-E會等於什麼 NR Gamma-E就等於 NR CP除上CV 減掉E 對不對 OK OK 我不用寫N好了 算 N再也OK 所以呢 就把下面的畫解一下 所以它事實上會呢 NR 然後上下同層V 所以就變成是CP 減掉CV 然後上面就變成CV 那可是CP減到CV是多少 R 所以就消掉了 所以事實上 它就是NCV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嗯 所以這一個有沒有 就這等於N再乘上CV 那所以你可以直接看一下 那如果這次等於NCV 這也是等於NCV 然後這T1-T2 那個是T2-T1 所以這樣 確實沒錯 So That's right 好 在這個case底下呢 ΔU 確實是等於-W 正確無誤 所以 我們就很快樂 所以你ideal gas 就有兩個重要的 的process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isothermal 一個是adiabatic 你現在兩個都會算了 然後你除了波爾的定律之外 你現在多了一個什麼 新的常識 就是PV的γ字方式上是常數的 如果你今天是沒有提供任何熱 進或出這個系統的話 所以這個是今天一個 有趣的計算結果 那你在這邊其實 就可以默默的想到一件事 因為我現在其實事實上是用 19世紀古典的熱力學 在跟你們教這件事情 好 那 你們就會發現 我們從頭算到尾 我們從來沒有怎樣 我們從來沒有直接算Q過 對不對 我們去看一下 在isothermal的時候 我們就說 因為isothermal 所以ΔU是0 所以那也是算出來的 那事實上是ΔU 事實上是等於NCVΔT 可是ΔT在S什麼時候是0 所以因為很好算 所以一行就寫完 所以ΔU是0 這也是算出來的 因為之前也是要知道一下ΔU 為什麼是等於NCVΔT 對不對 好 那你算完第一件事 然後接下來你是算什麼 你是算公 然後你把ΔU跟公算完之後 然後就默默的說什麼 就說Q等於W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算Q 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也沒有算Q 我們沒有算Q 因為我是給定什麼 我是給你Q等於0 你可以問說 你怎麼辦到Q等於0 反正我就辦得到 你不要問我 好 那辦不到你就很遜 你就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一類的熱力學的討論裡面 其實熱似乎是一種什麼 就令人痛恨了賴皮的小朋友這樣 就是他只受到第一定律控制 然後你沒辦法直接算他 那你可以宣稱他是0 可是說實在話 因為你也不知道怎麼算他 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覺得 你仔細想一想 這是非常好笑的事情 我如果今天跟你講說 的確好去追殺X 我說喔 好沒有問題 使命必達 因為好朋友 X是誰不知道 不知道我要怎麼追殺他 沒有關係 就是追殺他就對了 然後我就寫個報告說 殺了 所以我就殺了X 他說那你殺了誰 你不是說你不知道X是什麼嗎 反正我就是殺了 你不要問我怎麼殺了 所以絕對的過程就是這樣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可是我就說 反正我就讓他是0 就對了 那如果繼續問下去 然後你自己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困惑 這是為什麼熱力學有沒有 事實上是很難的 我是很難真心的相信 就是你們居然在這麼小年紀 會懂熱力學 這是很困難 所以如果你懂的話 歡迎你來找我這樣 我可以說服你 你應該不懂 真的太壞了 好怎麼這種爛老師 對不起對不起 可是熱力學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雖然不懂你知道嗎 你還是可以做出引擎出來 還是可以算出引擎的效率 好接下來的問題就很難了喔 所以我們上課上到現在基本上 前面是稍微複習一下第一定律是什麼 接著我們上課說 怎麼樣把一個代數跟積分的關係式 用微分的方式算出來 那你付出的代價就還蠻小的 就是得到微分方程式 微分方式也變得很恐怖啊 我知道各位同學有人居然在BBS上亂PO說 你學老師教課 然後教教就教微分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很難耶 這微分方程式有什麼好難的 微分方程式就很簡單 F等M就是微分方程式 你以前如果覺得很難 你國中就跟他抱怨啊 好 所以你只要把微分方程式解完 我們就知道 接下來我們要解決這個東西 欸就 就真的很難了 如果前面這個東西叫做 不懂可是還有嘗試 可以帶領你的話 下面這個東西就是不懂 而且還沒有嘗試 然後你越想通常會越困惑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恐怖的魔頭這樣 那這種魔頭其實我 我其實事實上 嗯對 如果是可以不教的話 就普悟通常我們不會叫魔頭 你知道嗎 因為 就叫做大家就很沮喪 大家修普悟已經很辛苦了 對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這一學呢 就 就只有一個 重要的人 主角 他的主角就是 Entropy 所以為了尊敬他起見 Entropy 我們特別保留 S這樣 Super 那中文的話叫 商 所以我今天其實要去 教一下 為什麼中文當初翻譯 翻成商 那當然 Entropy 目前的意義 已經超過商 這個概念 所以很多人試著去改中文 給他們改出來的東西更爛 所以 我還是沿用這個好了 所以這個火之旁的商 其實是告訴你什麼事呢 這火之旁其實是一種示意的 這是說人解字嗎 對 火之旁告訴你 他是Shermo Dynamics OK 害我意思 他是 他是TV就對了 我不要寫了 我差了 就 這個火之旁其實告訴你 就是他是TV這樣 他是Shermo Dynamics 好 那我們大家就同意 Great 那商是什麼 商就是兩個東西相處 所以 他事實上是什麼 他其實是 熱 除上什麼 多了一個點 除上溫度 你不覺得這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東西嗎 溫度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可是其實不是太清楚 他到底要怎麼定義的 對不對 那我如果今天還很賤人問你說 溫度怎麼算的話 你立一個當機這樣 熱 就是說 模模糊糊 我從原子論或許有一些概念 可是也不知道怎麼算 兩個都不是很清楚的 都會組在一起之後 就 就 對 就得到了熱力學的巨大的魔頭 所以 他之所以叫商的原因 是因為 他是兩個東西相處來的 所以他其實跟熱有關 他跟溫度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必須 回頭來看一下 如果你之前學手能力 學得不是很好的時候呢 這時候 暴印就會出來了 你看我剛剛就已經跟你講過 你整個這種混的地方 反正最後暴印都會出來 尤其是在上我課的時候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手能力的概念是什麼 假設是P 這是V 那 思緒正常的人都相信 如果今天PV在這的時候 譬如說他的狀態1好了 然後他跑到狀態2去 那你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跑法 對不對 事實上你可以有很多種 好 假設呢 如果你今天這樣 跑過去 那他是不是會有一個弓 就是這條曲線 Gamma1下面的面積 你也可以怎樣 你也可以這樣 跑過去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個弓 那你可以算出來 那你就發現了 如果你今天去算W 比如說在這個 我不要用E2好了 因為這已經E2了 我如果沿著A路徑跟B路徑去走的時候 WA解出來的話 事實上是什麼 他其實就是積分E2PDV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是很認真的這樣寫下來 那WB也是積分E2PDV 哇 那你就一整個悲劇了 因為你的常識告訴你WA 不等於WB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一個寫法在這裡的時候呢 就不是很正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到 我們學歷學的時候 有個很棒的寫法 這個跟其實事實上定義工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這叫什麼 這叫加碼B 所以不是只是端點直而已喔 而是跟整條路徑有關 這也是一樣 這是加碼A 那你當然可能會突然默默的就想 那我在算絕熱跟等溫的時候 為什麼不需要做這件事 其實你應該反過來這樣想 我為什麼這說 算絕熱跟等溫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如果E2固定 然後你說這是等溫的話 這只有一條線 然後我就覺得他也只有一條線 所以你不用再指定路徑 所以我可以默默偷偷用微積分 然後你們都不會察覺任何事情 對不對 被洗腦了 那可是事實上呢 其實如果你是真正在做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 會跟路徑有關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告訴你 如果我今天在PV圖上面 從一點出發 從一點出發 然後怎樣 就 逆時真的繞一個圈圈回來 那你最後就會圍出一個什麼 圍出一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 就是這一個cycle 的功 OK 也是這一個cycle 是嗎 C的熱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這樣 那這還蠻簡單的 因為譬如說你從這出發好了 那你積到這來之後 你積出來的功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曲線下面全部的面積 然後你接下來下來的話 是逆過來積 逆過來積的時候 因為是沿著db 然後是逆著 所以事實上是負的 所以你就剪掉下面這塊面積 剪完之後就是剩下紅色這個曲塊 對不對 然後你又相信這個是一個封閉的一個cycle 對不對 一個cycle的意思就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所以你隨便取一點當起點 然後它回到自己 它delta u 是多少 Exactly 因為u 子跟什麼 u 子跟狀態有關啊 所以你就是從 你這樣子弄完之後 delta u 是什麼 就是u1-u1 這當然是0 你不會算u1沒有關係 反正它是0 所以在這一個cycle底下 delta u一定是0 那因為delta u一定是0 所以你就會得到 w就等於q 就等於什麼 inclosed area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長這樣一件事情 那你把它算完之後 這個在 哇真是太感動了 這完全正確的一個段落這樣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事呢 這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快樂的 這個每一段有沒有 這每一段都會做工 你就快樂的每一段去把它 把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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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一點小小的熱 把它叫dq 把每一個全部都加在一起之後 dq加在一起 它也不是零 為什麼 因為dw全部積完之後就是w 全部積完之後就是q 這兩個還相得 所以一堆等式 所以這樣會吐血的等式 不可以這樣寫 基本上他們都不是零 所以現在可以反過來問 有沒有東西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跟路徑有關 那整個熱血學好玩的地方 當然是因爲什麼 因爲整個過程跟過程有關 如果跟個程度都沒有關係的話 那引擎就是你隨便亂設計 跟後來設計是一樣的 就沒有差別了 所以爲什麼會有好的引擎跟壞的引擎 就是exactly在這一個 那可是我們現在想要問的是 一個更深刻的東西 那有沒有什麼量 只要是這樣一個cycle 我把它機完之後就怎樣 就回到自己 就不是零 那當然有 那那個人 就我們認識很久 很無聊 那是什麼 那你就覺得這太無聊了 這一點跟這一點也會有個內能差這樣 你把這些內能差全部都怎樣 機一圈就加回來 最後當然是零 為什麼 因為你把那個內能差 內能值跟這點有關 你就一個一個加 加到最後就是自己減自己 所以最後就是零 所以在這邊 就是我們第一電圈裡面 三個主角 如果對這樣一個cycle來講的話 好不好 你對DW這樣GG整圈 不是零 事實上就是那個面積 你對DQG整圈 它也不是零 它還是那個面積 你對UGG整圈 它是零 OK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這一堂課 我們暫時停在這 那我們接下來當然就是 下一堂課 我們就可以來看 暖場跟暖久 我們就可以來看entropy 好 謝謝